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本集要來和大家聊一下 MLB官網日前釋出的新秀百大榜 一樣的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看過先前的經典賽系列影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正在觀看的你也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棒球資訊和球員故事喔 首先讓我們看到Top20的新秀部分 可以看到其實菁英和響尾神的農場普惠豐厚 都有三位的Top20 當然這個名單也有不少開機不解就會畢業的成員 甚至也不乏過去我在粉絲專家介紹過 手臂位置新秀的時候就有提過的選手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看一下各個球員的介紹吧 首先第一名的菁英三雷手 Garnel Henderson 年僅21歲的超級新秀 去年在小檸檬攪出5x31的長打率 這讓去年改善揮空問題 讓保送率和山陣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 有著優異的揮棒速度和contain能力 再加上爆發力十足的長打能力 支撐擁有著優異的速度 去年25次倒壘成功了22次 臂力好、傳球準 也讓球隊把他從優集移放三壘 來發揮他的臂力 也因此他的手臂完全是有機會攪足金手套的實力 高中時期也是棒籃雙七 同時也是籃球明星的他 就足以說明他有多強的運動能力 今年也將會是美聯角逐新人王的有力人選 第二位是翔尾蛇 台藝的22歲外野手Cobin Carroll 去年已經上到大聯盟觀光 就已經以2x60的打擊率 是轟和兩次倒壘驚艷重人 尤其是那聯盟最頂尖的速度 完完全全就是讓大家記憶深刻 優異的揮棒控制能力 加上揮棒速度快 搭配飛快的腳程也讓他創造不少的長打 手臂方面雖然第一步判斷能力不出色 但是靠著速度 依然能有平均以上的手臂範圍 另外來如果持續增重 甚至可能長打能力還能再有突破 哪怕是站在角落外野 依舊會是非常亮眼的球員 同樣的 他也會是本季國聯新人王有力的競爭人選 第三名 來自大都會21歲捕獸Francisco Alvarez 幾乎可以說是擁有整個小聯盟中最好的長打實力 去年雖然只上大聯盟觀光無場 就因此樣手術而無法再繼續上場 但今年基本上可以確定他就是從開季這載名單裡面 像抽編子一樣的揮棒速度 加上本身的打擊爆發力就好 讓他整個長打能力完完全全就是頂尖水準 而因為本身是補手的角色 在選球方面也有很不錯的水平 未然成為明星等級的打者機會非常的大 雖然大都會一直努力想改善他的防守能力 但受限於自身的運動能力並不突出 Framing和手臂攻力都沒有太大的成長 去年腳踝的傷勢更有可能成為阻礙他未來成長的關鍵 但是光那個恐怖的打擊爆發力 就足以讓大家未來記住他 本季同樣會是國聯新人王的有力競爭人選 來到第四名 紅雀20歲的外野手Jordan Walker 有著外野新秀中最優異的長打能力 揮棒速度快、身材也很高大 加上conte能力好 而且本來版機率加 輕鬆就能把Raw Power轉換成Game Power 去年季中才從三類轉電外野的他 就傳出高達9次的外野註殺 在球季聯賽更是以99.5英里的傳球速度 振折許多人 第五名 楊姬21歲大悟遊擊手Anthony Volpe 2019年第一輪被選中的他 在疫情暫停那一年調整的打擊姿勢和珍重 也是在那一年之後整個徹底的脫胎換骨 除了2021年拿下MLB農場最佳新秀達者獎項以外 去年更在球季中創下20轟50道雷的右翼成績 雖然目前在版本版紀錄上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但選秀時就被看好的conte能力 將暫停球季之後 調整得宜的長達爆發力 努力的態度和直覺能力 都讓他能把自己的體能發揮到最佳狀態 真的要說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的手臂 雖然傳球速度快 但臂力和手臂範圍都低於聯盟平均 也讓他未來極有可能得改當二壘手 再來第六名 費承仁19歲又投手Andrew Painter 對於2021年選秀第一輪的高中生 他算是高中生之中的例外 沒有漫長的養成棋 靠著高大的身材、優異的staff和空球能力 讓他快速通關 並曾經奪下MLB農場黏住最佳新秀投手 除了球數 第二球中又有讓難以招架的滑球和優異的曲球 搭配高於平均的變速球 也能製造出大量的回控 優異的控球更讓他保送也非常的少 絕對有機會成為下一個王牌投手等級的球員 第七名是精英童要今年有機會競爭新人網的 另外一位潛力新秀Grason Rodriguez 這位2018年選秀第一輪的23歲右投手 有了四種優異的球路 其中三種球路各足以當決勝武器來作使用 包括高轉速的三位數球數數球 小聯盟投手中最優異的變速球 和能製造大量揮空的滑球 其中他的變速球和直球能有效形成共軌 所以去年在小聯盟中 這顆球路被打擊率僅僅只有一成五七 除此之外他第四個球路是曲球 而且這個球路還在持續成長進步當中 未來stuff高度應該還有機會再更強 控球方面能有效對待邊邊角角 Calmate 能力強大 也讓他去年創造出大量的山陣 去年可能因為上市最後沒有能從新秀榜中畢業 但今年沒有意外就是開記名單中的藝人 而且也有機會繳出新人網 來到第八名 尿久人18歲外野行秀 Jackson Churiel 過去因為臂力問題 但也因為有著飛快的速度 所以球團將他從游擊以防中外野 有著優異的康鐵技巧 和能利用整個球場的能力 讓他能往反方向擊球 也能和拉打一樣強勁 前進的對他而言最大挑戰就是本類版紀律 和適應投手stuff 去年祭出一度因為這個問題陷入很大的低潮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 現在已經看起來有平均之上打者的潛力 因為還很年輕而且還有很多細節可以做得更好 因此這個球技應該能仍會在小聯盟繼續養成 第九名 來自紅話20歲遊擊手 Marcel Meyer 這位2021年第四輪的高中生遊擊手 當年可是選秀中被評價最高的打者和防守球員 被球探形容為 Cory Seager的打擊實力 和Breden Crawford的守備能力 他去年雖然祭出一度因為傷勢缺席一段時間 但整機下來能夠講出非常好的打擊成績 雖然去年因為山陣率偏高 但卻展現出極強的球路識別能力和打擊技巧 並且能妥善使用整個球場來做進攻 目前在持續尊重的他 未來如果能穩定地把球往天上打 有機會成為單機25紅以上的打者 身材高大的他 雖然看起來比其他遊擊手更大致 但動作卻是非常的流暢 頂尖的比例搭配快速的傳球能力 讓他未來能繼續留在遊擊 接著看到第10名 紅人21歲遊擊手Eledia Cruz 雖然是2018年的國際自由球員 但一直到2021年才正式在美國國內的職業賽場上登場 但一登場就一鳴驚人 也讓大家開始看到他的潛力 五拍子的好手 左右開工的他 隨著重量逐漸增加 力量也開始變大 尤其是在左打區的時候力量更為強大 比較大的問題大概就是選球能力還有帶加強 被刪陣率偏高 因為動作流暢和比例好 也讓他可以繼續留在遊擊 或許今年就可以看到這位五拍子好手 登上大聯盟的舞台 接著來到第11名 同樣是2021年選秀T次的另外一位 大悟高中遊擊手 翔衛蛇20歲Jordan Lauer 雖然已進入職業賽場 就因為肩膀上市就結束了那一年的球季 但去年球季快速通關 從新人聯盟一路重關到2A 只可行球季的賽用因為左肩甲骨骨折 而才是提前關機 不過因為這個傷勢 在調整附近賽率並不算太難 這次春巡演已經回歸賽場 穩定的打擊技巧和球路識別能力 讓他可以選到大量的保送 並且也有一定的打擊爆發力 加上飛快的腳程 也讓他群岩球技有39次的倒雷成功 在雷尖破壞力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不過手背方面就還在努力成長中 有著不錯的手背範圍和比例 讓他未來有機會成五牌子好手 但怎麼在手背上持續成長 就會是一個大關鍵 第12名 來到球星二代時間 金英去年選進來的19歲遊籍手 狀元 Jackson Holiday 就是May Holiday的兒子 有著一位球星爸爸 加上自身的天賦和後天的努力 Jackson Holiday在本壘版機率非常的良好 去年半個球季的保送 是山陣的兩倍就足以說明一切 加上是一個有著不錯腳程的球員 未來應該是有機會留在遊籍 有著高球商和好幾槍能力突出的他 應該就是典型的快速通關球員 或許兩年後就會看到他 站在大聯盟的賽場上 第13名 馬鈴雲19歲又投手 在2019年國際自由市場簽約後 直到2020年亮相時已經順利增重了45棒 也讓他成為其中一位極具未來性的潛力投手 兼具身材和staff最快可以摸到100mph的球數 加上噁心的變速球能製造高達6成的回榜落空率 去年滑球更是成長許多 超越他原本的曲球成為plus等級的變化球武器 加上身體的一致性很高 讓他有很不錯的控球能力 或許這個球技就有機會看到他在大聯盟初登板了 第14名 稻奇農場最頂尖的新秀 21歲的捕手 Diego Cataez 這位2018年國際自由市場簽約的委內瑞拉球員 過去常常被拿來和Saveto Paris比較 有著類似的能力 能透過自身打擊爆發力和拉打時 也能有效往天宋打的手感 去年Gainz開始往反方向攻擊 也掩蓋了他的高三陣問題 守備方面 雖然作為捕手還有許多需要打磨的地方 像是阻殺率過低的問題 但是被許多球他評價高於平均的比例和運動能力加 加上在比賽的時候 計畫執行能力和溝通與領導投手能力都備受讚賞 第15名 另外一位去年選秀的球星二代 響瑋舌19歲外野手Drew Jones 作為Andrew Jones的兒子 除了他父親一樣優秀以外 去年會獲得榜眼的選秀順位 更主要是來自於他非常不錯的打擊技巧和實力 雖然去年一場未打就因為肩膀傷勢而被迫關機 但今年已經開始進行訓練了他 應該很快就能展現他非常不錯的擊球速度 並且快速適應高階投手的stuff 而隨著未來體型越來越成熟 打擊爆發力應該只會越來越好 手背方面就是完全繼承父親的優點 有得非常快的速度讓他手背範圍廣如海 向遠遠超越平均許多的比例 未來絕對有機會拿下金手套 也讓許多人更加期待香味神未來的金手套等級外野組合 16名守護著農場第一的新秀 2019年第一輪選秀中22歲幼頭首Daniel Espino 今年也許有機會在大聯盟登板的他 可以說有著潛力新秀裡面最好stuff 只是去年因為各種傷勢導致養成一直延檔 現在連2023年從的時候可以恢復上場都尚未可而知 最快球速可以摸到103mph的他 速球還會往手臂方向跑 同時還有一顆plus pasta等級的滑球 而且有著兩種型態的滑球 一個是比較慢但是會下墜 另外一個是比較快但是水平位移軌跡比較大 同時還有兩個會下墜的曲球和變速球 再加上優異的運動能力讓他可以輕鬆利用stuff的同時 又適應好球帶攪出高品質的控球甚至comber能力 再來到了第17名 是國民農場第一的20歲外野手James Wood 這位教師2021年第二輪選中的球員 去年在集中交易中來到了國民 有著高大的身材 照理來說這樣的身材並不會被預期有多快的腳程 但是他靠著大步伐跑出不錯的速度 也讓他在守備時有不錯的守備範圍 再加上有平均以上的比例 讓他未來要成為中外野手完全沒有問題 身為前歐洲職業籃球員的兒子 他自然也能有非常好的運動能力 同時也將這些運動能力轉換到進攻端 有著非常好的反應能力讓打擊方面依舊有合考的表現 被預期未來能成為五拍子好手 第18名 同樣也是球隊第一的新秀 巨人的21歲左投手Kyle Harrison 當年選秀到第三輪 他如今局勢是當年被低估的球員之一 直球落在92-95mph 但是去年在2A高達41%的揮棒弱孔率 是非常嚇人的恐怖數據 要知道不同於恢復Rate Swing and MissRate 是總投球數下去計算 也就是說平均他投100顆球的直球 有高達41顆會製造對手揮棒弱孔 代表他的直球除了能有效製造揮空 也具有不錯的粗棒引誘性 主要還是在於說 他四分之三的出手姿勢造成投球角度欺敵性非常的高 而當打者想要專注對付Harrison 的直球時 他就會用80mph左右的滑球來讓對手吃苦頭 同時他有一顆變速球也是讓對手打者很頭痛 雖然引用性極高讓他不需要有很精準的空球 但是如果有一天能提升COME能力 他就會是巨人輪子中的領先者了 再來第四救命 也是教室農場第一名的19歲游擊手Jackson Merrill 是2021年教室第一輪選秀 去年雖然因為傷勢出賽不多 但後續在球團安排下參加秋季聯賽 也讓他成為受關注的新秀之一 去年讓低反方向攻擊能力提升 也讓他可以更妥善利用球場 而未來如果持續增加肌肉量後 再加上更多打席數的累積 勢必會有大聯盟平均以上的長達實力 雖然很多人質疑他能不能留在游擊 但橫向位移能力強 臂力也驚人的他 未來最大的挑戰大概就是 能不能健康成長下去了 最後看到第20名 光芒農場第一的21歲幼頭手Touch Bradley 同樣也會是這一季就開箱的前提行秀 在2018年第五輪才被選中的他 也是經歷2020年球季暫停的訓練 突然破繭而出 跟著2021年打下小檸檬防禦旅王 去年跟著三陣能力上再次成長 並且順利在第一次獲得規則5選秀資格後 就馬上沒有意外的馬上進入40人名單中 除了能摸到98MPH的訴求 第二武器則是他自稱的卡特球 但可能軌跡會被歸類在滑球的球種 而他的圈指邊訴求雖然沒辦法有效解決打者 但在對付著打者時卻能迷惑對手 此外曲球還是能作為前期前好球的使用武器 控球很好的他 同時生涯保送率一直都是維持在非常低的水準 已經不需要再累積更多小檸檬經驗的他 應該已經準備好加入官網的輪值 並且進一步接近自己的23號先發天花板了 好了 介紹完這次官網百大榜的前20名新秀 以上就這次的MLB官網百大新秀排行榜介紹系列上集 而接下來除了會繼續推出MLB官網百大新秀榜介紹以外 經典菜系列影片也同樣會繼續 另外也會開始推出開季前各種影片 因此要記得訂閱加分享才不會錯過囉 我是子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 先開始 只好看 還不知道 後慢 proven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